1990年黎明推出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主打歌《相逢在雨中》席卷香港 打进排行榜前十名 方便公司打铁趁热 第二波推出无名分的浪漫延续热潮 当时的黎明才24岁 天王之路已经打好基础 黎明用歌声拿到娱乐圈的入场券 却先以电视剧跟观众见面 男儿本色回到唐山 人在边缘 主演的角色顺利走进观众脑海 我不知道你穿过脑海等我 免得在上面等你 怕阻挡你做事 紧接着发片人气暴涨 1991年黎明旋风也吹进台湾 1992年黎明被封为四大天王 音乐成绩胜出张学友 最受欢迎香港南歌星掌 金曲金奖等获奖无数 99年干脆宣布退出香港乐坛 颁奖典礼 小一幕出身的黎明 大一幕也留下精彩成绩 与张曼玉合眼的甜蜜蜜 赢得观众的眼泪跟掌声 之后的大臣小事 梅兰芳也看得出黎明 努力的痕迹 他更以惊悚骗三根吃回家 赢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这是大天王最先骑马成功的 天王近期走下神坛参加真人秀 节目中黎明的情绪赤裸裸呈现 让观众看到人性化的一面 黎明走自己的路 在潮起潮落的时代浪潮里 他始终没被淹没